第一次使用冷骨碎的时候 只要按照以下的几个小步骤 您就可以开始享受烹饪的乐趣了 打开箱子 取出锅盖以及锅身 铺上的说明书可以先放一旁 拿开夹在锅边的垫子 撕去锅子上的骨碎贴纸 以及锅底的偏码贴纸 需先将锅子泡入温水 等贴纸软化之后再进行 拿掉贴纸后用海绵将锅子清洗干净 记得每次清洗后要擦干 然后将四个垫子放回锅边 这样才能保持锅的通风 收纳时你可以将锅盖倒着放 放上隔热垫 避免各花锅子 再把其他的锅子往上放 这样可以节省空间收纳更多的锅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